中央公布基隆23日 確診人數來到1471人 其中女性802人 男性669人 但比起前一波疫情 林游昌說 從數字來看 可以發現5月18日 應該就是基隆疫情的最高峰 那從5月18號之後一直到今天 我們基隆市的疫情 似乎又進到另外一個新的一個階段 我們最近這幾天的每天的確診 數持續的一個下降 那從最高的2530例 到今天的1471例 降幅大概是41.8% 這個大概是從3月份疫情發展 到現在從來沒有過的一個情形 那由於我們本市的一個確診案例 有15%大概是跟 由外縣市來做通報 受到雙北的一個影響也很大 所以這部分我們還要 這個密切的一個觀察 它的一個趨勢跟狀況 那這是不是代表的說 5月18號就是這一波疫情的一個高點 那我個人是認為 因為基隆市的疫情發展的最早 是走在全國疫情的最前線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指標是可以提供給全國來做一些參考 劉昌說台灣正處在面臨核病毒共存階段 CDC希望達到全體免疫 低標是15% 高標是20% 目前金融來到12% 劉昌說這個數字值得參考 我們到今天累計的確診數是達到43,413例 這個數字已經達到全市人口的12% 那在這個與病毒共存的這個階段 那我們的一個目標 這個CDC是希望達到全體的社會免疫 所以低標的話就是大概是15% 那高標是20% 那我個人是認為說 我們已經到了12% 如果再加上有一些是 他可能是確診 但是沒有出來做PCR的這些人的話 我們應該也接近這個CDC所這個推估的 這個低估低推的這個預估數 那所以我想這一部分是一個 大概現在發展的一個趨勢 那另外還有第二個指標是 我們全國在上週 本土的案例 全國是比再前一週增加了34% 而且中南部的一個增幅是 這個超過北部 所以也發現說整個疫情 應該是有往中南部在走 那相反的北部的增幅的趨勢 是比較趨緩 那例如像台北市的話 上個禮拜的增幅大概是11%左右 新北市是10% 那我們基隆市上個禮拜的增幅 大概只有8% 是全國最低 所以這個大概也是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基隆的疫情走在全國的最前面 那我們應該再耐心觀察個幾天 並且這個由CDC以及相關的這個專家 去做進一步的一個綜合判斷 目前疫情正往南部走 劉昌說未來疫情需要再觀察幾天 民眾千萬要戒慎恐懼 不能夠絲毫鬆懈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導 這樣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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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